袁文哉逐咒书接上一回,莫文哉问了智爺有没有学过武功,他说他学过,起码会青蛙跳,和猴子打关斗,莫文哉叫他学来看看,他就学了青蛙跳,为什么跳了三东西都跳不动呢,莫文哉默大眼睛说,你这是什么功夫来的,我都说田鸡跳功夫了, 不像田鸡吗?旁边那两个妹仔笑到前仰后合,莫文也很开心说,像,像得十足啊,不过田鸡比你跳得更远更高啊,那倒是啊,那我说新礼给田鸡做的嘛,啊,这件事他又没说错,哼,他重了很多倍,是吗?莫文就问了,好了,好了,那第二天呢,马拉番斗呢,那你又怎么回事呢? 啊,这源就荄杨主了,看我去给你看看呢? Joey 说完就一不是说,劈帕,劈帕在那里反弃呀啊,反弃得很出力呀 但呢,打倒了四五只大的。。。 厉害 protect后沙塵狗屑 少了放 freak out 打爬了各地走狙 猛出气 莫文是被他引到笑起身 他心想 哎,这个瘋子 莫文说武大俠没办法教 孔明在世都教他不了 不怪得厌女俠老前辈 常常说他搞搞阵 瘋子爬起身就问 小小姐姐,我翻多一次不像 我翻得好不好看 莫文是安慰 好好,挺好,挺好 那我再翻多一次给你看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你不辛苦吗 我不辛苦的 我还可以翻十个八个冠斗 如果我以后翻熟了 告诉我,一个冠斗去了十万八千里 让小小姐飞得快,飞得高 哦,一个冠斗 你能翻十万八千里? 哎呀,我听人家说过 有个猴子叫舒,舒,舒容空 他一个冠斗就翻十万八千里 莫文是忍不住笑的说 你现在得翻得不错啊 没有十万都有八千了 哎呀,我真的要翻到甲苑吗? 是就是,但是不是八千,是八千分呢 啊,那么八千里和八千分到底哪个月啊? 差不多差不多,大家只有八千而已 哎呀,糟了,你看看,你爸爸妈妈来了了 痴,一听见那老爸妈来就害怕啊,说 咦,姐姐啊,你千万不要说我在这里啊 我,我还想跟你学高夫的啊 说完,那快就躲到那些花虫里面就不见了了 这一刻,慕容墨夫妇随同家寿家福、阿子、阿禅 来到飞下角前面 慕容墨首先抢上一步,作出一句说 多谢莫姑娘从恶劳手中救下犬仪 莫文还礼又说了 庄主,别客气啦 说起来,还多得零朗 才发现这个恶劳的真面目啊 慕容夫妇四围望了一下就问阿子 小少爷咧,你不是说他在这里啊 阿子两头望就说 夫妇,奴婢走的时候,他的确在这里啊 莫文就不想他痴儿被老太老母骂就说 令郎已经回去了 那,那他有没有受伤啊 夫妇你放心,令郎一点事都没有 莫文跟着对慕容墨说 他说,庄主,那个恶劳现在在石级里面 你最好亲自审问一下他 但千万不要放他走啊 家手在旁边说 这就是卖主贪辑的东西 我斩了脚筋,我看他怎么走 慕容墨就说 家手,不要乱来,审问清楚 我还要将他交换给青蟲掌门啊 这阵,慕容墨就叫家寿家福 将阿顺就转到飞下角里面审问 审问出来的结果呢 与莫文先头问的一样 又没什么出入 那慕容墨就把你的阿顺困起来 连续派人去城里面打听啊 有某个囚装的记录版 这阵,莫文站起来说 庄主,夫人 小女子应该向你们告辞了 慕容夫人一阵就说 莫姑娘,这么快就走啊 不住多几日呢 夫人,小女子再不离开 恐怕黑白两处的高手闻风移动 来到又会被紫竹山庄添麻烦了 看来我还是早点走好 不过,小女子临走之前 想和庄主和夫人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聊几句话 莫姑娘,去书房里面谈好吗 行啊,只要四周没人听见就行了 莫姑娘,你放心 我可以叫人家守着四周 任何人都不能走近半步 那就更好了 那慕容墨夫妇一时就不明白 莫姑娘要和自己谈什么 难道是什么机密 不让别人知道 莫姑娘就打发阿子 阿蕾先去书房 看有没有其他人 然后守着通往书房的路口 莫姑娘也对家寿说 你也去吧 没有我命令,谁都不准进入书房 是,老爷 家寿和阿子,阿蕾先后走了 莫姑娘和莫姑娘就陪同莫敏 一起就向着书房走去 莫敏和莫姑娘在书房里面谈了一个上午 还没见他们出来 阿子和阿蕾守在路口里觉得奇怪 心想,哎呀,差不多吃午饭了 还没谈完? 阿蕾这阵是说 姐妹呀,我们需不需要去问一问? 不行呀,老爷说过了 没有他叫,谁都不准走过去的 不是呀,中午时份呀 老爷不肚饿吗? 他们谈完解词不会叫我们的 你急什么呢? 蕾姐呀,是不是你肚饿呀? 你肚饿不如你先吃吧 那个人守在这儿 不是不是,我不肚饿 我只是怕阿夫人和莫小姐肚饿而已 他们当然在谈谈重要的大事 要不然,怎会不让我们听呢? 又不来吃饭呢? 这对姐妹正在说话 另一个家丁家喜呢 突然从远处走过来了 阿芝塔阿蕾什么见到 马上说,喂,你干什么? 你说姑娘,我有见老爷呀 不行呀,老爷夫人正和莫小姐相议重要大事 谁都不可以骚扰的 家喜奇怪地说了 莫小姐? 莫小姐早就走了 走了?她什么时候走的? 且,莫小姐站着的青路 走了又整个时辰了 我亲自送她去庄门口的 阿芝就说了 你撞鬼呀,你 莫小姐和老爷夫人 一直在书房都没出过来 哪里来什么莫小姐呢? 这条路下唯一条路 怎么出来呀? 不是呀,我亲自送莫小姐走的 这就奇怪了 难道有两个莫小姐? 家喜比较有江湖经验 一想到这件事,是有点古怪的 不如就去看一看 阿芝就说,不行呀 老爷夫人乖了我们 那我们怎么办呀? 家喜大声就说 子姑娘,老爷夫人乖 小人担当呀,走吧 说完,推开他们两个 向着书房走过去 他们进入书房 哎呀,整个人担着 眼睛都断了 阿芝和阿芝在后面跟着追到 进来一见 也都害怕了 书房中的书籍 找到乱七八糟 所有的柜桶 箱箱隆隆 全部打开了 反到乱七八糟 连那栋墙 那门也撞烂了 再看到老爷夫人 哎呀,真可憐 大妈被人绑住在柱桶 嘴里面折了一块布 唯独不见了莫小姐 他们这一刻就非同小可了 一拥而上 马上跟老爷夫人松开醒索 扑了嘴里面那块布 扶老爷夫人坐下 阿芝就猛问 老爷夫人,你们没事吧 慕容莫这阵吐气 慢慢地说 我没什么 夫人怎样 慕容夫人来说 老爷,妾身我没事 夫人没事就好了 哎呀,都是我没用了 令到夫人你担惊受险 老爷,你为什么事这么说 老爷,都是遗切不现 不能够相助老爷了 这对夫妇真是相敬如宾 他们在生死患难之中 并没有互相抱怨 互相体贴,关心自责 阿芝,阿芝和家喜 你看我,我看你 不知道怎么说好 阿芝忍不住就问 老爷,夫人 是谁把你们绑成这样的 莫小姐呢 慕容莫就说了 你们别问了 先扶夫人回家休息一下 夫人说 老爷,你不要太过难过 那些东西没有都没有了 哎呀,那也好 婆婆在世的时候都说过了 我们应该退出武林 找个地方隐居了 难道你不记得吗 夫人说得对 看来我们应该是退出了 阿芝一听他们这么说 明白发生什么事 一定是莫姑娘绑了老爷夫人 令到他们不能出声叫 然后反进了书房的妹妹的角落 最后把武功秘笈拿走了 家喜快说 老爷,小人带人去追那莫姑娘回来 不要追 以我们的武功 追到你都不是他的对手 再说 他走了这么久 武功又这么好 哎呀,追都得追的 就算追回来又怎样 恐怕以后我们都没力保护了 夫人说得对 不见就不见咯 不过去往送性命 啊,对了,家喜 你快去看看家仇在那边如何 有没有危险 家喜一侧就说 家仇?家仇在哪里? 慕容夫人就说了 他当初呢 听到书房里面有些声 想走过去看 家喜,被莫姑娘在窗口突然跳出 封了个月位 将他踏到假山后面了 你快去看看他如何 家喜快去到窗口跳出去 向着假山衝过去 慕容夫人就说 阿子呀,你都跟去看看 如果家仇没死 他在那里运你调息 你不要惊刹他 努皮知道 阿蕾呀,来吧 你扶我回家休息 是,夫人 阿蕾过去就扶了夫人 阿子一窗口就跳出来了 他轻轻冲到假山那里 就听到家喜的声音就问了 怎样? 你现在可以走的吗? 可以了 老爷的武功绝学 是不是被姓莫的女人拿出去? 看来似的 他连书房的甲场、桂桶都知道 如果他没拿 你怎么会走? 这样 我们没办法满足着可汉人的希望? 我看武功绝学得不到 玉女黑猪丹和狗转金创环云丹 亦是武林中的奇珍异宝 我们再想万法把他拿到手 阿子本来是轻手轻脚的 所以他们在那里说话 阿子听到了 他大吓一惊 想不到这两个东西 老爷一直把他视为深复的亲信 亦是武林中一个派来打法做臥底 唉 他才明白什么叫路遥知马力的日久见人心 他想想 快回来说给老爷夫人听 阿子正想回头 突然发觉一把利剑橫在自己脖子上 然后加起冷冷的声音轻轻地说 紫姑娘 你千万不要大声叫 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阿子价格要很惊奇地说 喜哥 是夫人派我来看寿爷的 你干什么 既然来了 需要那么快走 你最好跟我去假山后面 阿子知道没办法走 说有个跟去假山后面 家仇见到他过来就笑着说 紫姑娘 对不起 鬼叫你听到我们说话 如果刚才你的脚步再小声点 搞不出响声 那我们就不知道你在这里 你两个想怎么样 没有 现在暂时委屈你 躲了几天 你们不怕夫人老爷找我吗 哈哈 这层你不用担心 我们只有办法对付 家仇说完 出手我封了几桌月位 令到阿子既不能动 又不能说话 然后两个人 就把阿子扔进假石山 石洞一个黑暗的地方 然后两个人就走了 阿子试用运气冲开被封的月位 但是家仇的点阅手法很怪 自己怎样运气都运气 他正在着急 突然间看到这个洞口 有个人在闪 有个人进来 阿子就以为是家仇 或者家喜回头 但望着眼 竟然是痴疑慕容子 这个痴疑 好像跟人家捉衣 在洞里面躲下 那里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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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觉得躲下 好像不妥当 那里躲下 他见不见阿子 他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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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阿子的身边 他还没有见到阿子躲在地上 他跟着身体蹲下 不知道是有意 又无意 他手肘突然撞了一声 撞了阿子的咬血 阿子即时开了开声说話 阿子一聲,癡兒嚇到整個蛋說:"你什麼天啊?小少爺,是我啊!" 癡兒進來一會兒,看清楚裡面的東西,看到那個是阿子,就很出奇地說:"癡兒姐啊,你為什麼在這裡啊? 就說嚇了我一跳,我以為有人跟我玩足衣衣,才躲進來。 阿子雖然被癡兒無意中撞開啞穴,但其他穴位還未解開,還不能動。 他很急地說:"小少爺,你快點向老爺夫人報告,家壽家喜,是奸世來的。 小姐姐,什麼叫奸世啊?是否先奸後世啊? 小少爺,他們兩個是曹操、秦繪啊。 小姐姐,阿張媽說:"那兩個壞人就是死了的了,怎麼會在一起啊?" 癡兒真是又生氣又急。 哎呀,我的小少爺,他跟徐坊裡的那個阿順一樣是壞人啊。 啊?真的嗎?他們兩個都這麼想要生殺我啊? 是啊是啊,快點告訴老爺夫人吧。 啊?喔!阿慈兒一下子站起來,又坐著腳就說:"哦,紫姐姐,我還在附上跟蝦仔玩捉伊恩啊。 我走出去是不是被他捉到我? 不是啊,紫姐姐,不如你去告訴我父母母吧。 小少爺我不能動嘛。怎麼說我不能動呢? 你很累在那裡睡覺嗎? 唉,這真是急驚風,撞到一個萬郎中 阿芝心說,老爺夫人一生為人極好, 怎會生到這樣的蠢頓兒呢? 她唯有說,少少爺,我被家壽這個奸賊點了月, 不能動啊! 雖然痴,生長在武林世家, 對點月、風月的事都知道一些事, 便問了,哎呀,小姐姐,她點你去哪裡? 復兔月和菊池月 這兩個月位在哪裡? 一個在大腿,一個在手腿 哦,小姐姐,我和你拍拍得好嗎? 你不要亂來,你不會拍的了 哦,我會拍的 哎呀,小少爺,你不要理我了 快點告訴老爺夫人,要不然就來不及了 子姑娘,你說得對,是來不及了 許姑,這聲音不是癡兒說的 也不是子姑娘說的 那會不會是蝦仔呢? 蝦仔的聲音哪有這麼老跡啊? 喂,誰進來的兩個都不知道啊 你不要亂來,我會說 是叫做鋪仔 你不就不及了 你不會原來因人 感谢观看